李小璐自打被爆出夜宿事件后 他就嫌少露面 就在昨天4月13号 有网友爆料李小璐现身南京明星幼儿园做一工 关爱孤独正儿童 照片中李小璐素颜出镜 蓝色夹克衫搭配牛仔裤显得很干练 与孩子们在一起互动做游戏的时候 也罕见的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他还和校方领导一起展示公益主题 私善而为 据爆料李小璐在幼儿园当了一日老师 教小朋友感恩的心熟与无 小朋友围成一圈 一围在他身旁 场面十分温馨 也许作为甜心的妈妈 看见这帮孩子更能打动他吧 不仅对孩子有耐心 对于义工的合影要求也是来之不惧 从合影中可以看出 小璐的素颜还是挺能打的 皮肤比普通人摆出了几个色号 看到李小璐借工艺低调付出 粉丝不仅点赞 人美心善 棒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